量的部分是在这个位置 现在这两个我只是把它分成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那如果光线改变 从右照向左 它就绑过来 基本上是绑过来的方向就可以 那画下去呢 你讲说要怎么画 刚才有讲是这样走下去 全部集中到这个点的话 它基本上它会凹下去 但是呢 你不配拿来这样直直画 直直画过去的时候呢 形状有可能会 尤其是它的形状 那个地方是很微妙变化的 你不要一大笔把它画到往 这样画过去呢 你很难把它画出那个效果 需要的是一点一点慢慢下去 小块 小块的颜色慢慢加深 然后呢再加深下去 一点一点慢慢加了 再进行统一就可以 但是要练的是这个线条 深到浅的一个变化 OK 好 等一下如果有时间 我们后面的时候呢 还可以再加强这个部分 再做一些讲解 如果我这边有放一个新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尤其是这种地方会是 考官可能会比较注意的地方 如果凡是在这个地方呢 通常会比较实一点点 会比较清楚一点 然后呢 这个影子的边缘地方呢 就会比较模糊一点 原因在哪里 光会从这边照下来 从这边过去 然后呢 间接的影响到 有一些呢 可能是直接下来 直接照到这边 然后旁边就会变成浅 这边光也是会遮阳下来 会间接影响它 但是呢 被这一个不透明的一个苹果 遮掉的时候呢 这个边缘的部分 靠近苹果的地方 形状会比较清楚一点 距离远一点点 因为背光影响 所以它会显得比较模糊 OK 这个是虚实的影子的处理 千万不要画一个黑黑的颜色 有时候每张很常会看到同学 就这样画一个圆圈 然后呢 有多少黑就全部涂黑黑下去 那你会发现说很奇怪 那简离它们的黑纸 把它贴上去的那个感觉 出来的那个效果 就显得非常生硬 OK 好 在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讲到这边 如果说还有时间 我们等一下再来再倒回来 我先基本上的先过背 然后画出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那个苹果的边缘线 苹果的边缘线 虚跟实有差别 凡是这个地方 后面背景比较亮的地方 这个边缘会稍微清楚 或者是这个地方 比较受光的地方 比较亮 它会清楚 相对来讲 比起底下这个部分呢 会来得清楚 那为什么不可以 底下也画得那么清楚 我是看给大家看 如果说我现在把它这样 再留在 tens 一目